小男孩不慎从树枝掉落 还没跑两步 就被追赶的黑豹一个生铺 压在身下 小男孩名叫毛克力 很小的时候被黑豹发现 因为需要一个可以保护他的族群 而阿克拉是个公正高尚的首领 于是将他托付给狼群 黑豹则担任他的师傅 训练他的速度 授予他生存的本领 森林很快迎来了干旱 热浪在森林里蔓延 根据森林法则 一旦枯水和平岩露出水面 就意味着休战期开始了 法则规定 休战期禁止狩猎 因为饮水比进食更重要 所有动物来到和平岩 都可以并肩而坐相安无事 可毛克力毕竟是人类 不能像动物一样进食 他制作了一个简易小碗 毛克力与众不同的喝水方式 遭到了首领的制止 这时 丛林之王也来到和平岩 虽然有森林法则 但小动物们还是自觉远 即使首领将毛克力护在身后 但还是被敏锐的老虎发现 早在几年前 老虎的右眼被人类用火焰烫伤 导致失眠 所以他十分痛恨人类 破语法则 他没有动手 放完话就离开了 森林很快迎来雨季 水位上升 意味着和平期的结束 大家都知道老虎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因为毛克力的去留产生分歧 正当大家争论不已时 毛克力站了出来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坚决 即使大家都舍不得 但他们都知道 只有让毛克力回归人类 他才能真正的安全 隔天 毛克力在黑豹的保护下 踏上了旅程 他们跨过小溪 通过树梢荡到对面 期间还碰到了大象 他们低头至极 因为是大象创造了这片森林 很快 他们来到一片草坟 敏锐的黑豹意识到了危险 毛克力转头就跑 老虎的出现也惊动了水 黑豹不断抵挡 可还是败下阵来 老虎立马转身追赶毛克力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毛克力惊险逃脱 可老虎还在上面虎视眈眈 他找准时机 就这样 毛克力再一次脱离险境 与此同时 气急败坏的老虎找到狼独首领 趁他不备 一把将他扔下悬崖 众狼再没有敢反抗 老虎就在此处等待 因为他认定 毛克力听到狼独首领死亡的消息 一定会回来 没有黑豹的指引 毛克力只能趴在水牛背上一同前往 因为雨季时间过长而引发了泥石流 他被冲进河流 不知过了多久 毛克力顺着河流 进入一个阴森森的丛林 小男孩被大蟒蛇紧紧缠住 突然 一只棕熊出现在身后 他一口咬住蟒蛇 蟒蛇吃痛将小男孩松开 他重重摔下 意识开始涣散 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等再次睁眼 已经身在一个陌生的山洞 小男孩这才得知是眼前的棕熊救了他 随后两人出去觅食 走着走着 他们来到一处峭壁 棕熊立马趴上去舔市 网上一看 原来是蜂蜜顺着峭壁留下来 因为自己不会爬树并且身形笨重 于是想让小男孩帮忙摘蜂蜜 出于报恩 小男孩在三抉择下答应了棕熊 他往森林走去 选择一条长度合适的藤蔓 将石头打成蜂蜜的切面 爬上大树 用力将藤蔓割下 再折断一根粗细合适的树干 小男孩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只见他将藤蔓的一头紧紧系在悬崖的树上 自己则慢慢下降到目标旁边 他用树干不断戳着蜂蜜 蜜蜂看到有人偷袭 成群结队的攻击入侵者 小男孩被折得浑身是包 还手划将树干掉了下去 这样下去可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他改变策略 利用身体惯性 很快就将蜂蜜踹了下去 棕熊在底下开心坏了 抓紧时间饱餐一顿 小男孩说自己叫毛克力 之前和狼族待在一起 为了躲避老虎的追杀 才准备去到人类的村子 听到这里 棕熊自告奋怨 表示自己可以护送他 但条件就是希望他帮忙 准备冬眠的食物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 毛克力用叶子 给自己做了一身防护服 还用藤蔓做了一个篮筐 棕熊在底下配合一栋 很快就收获了不少蜂蜜 攒够了冬眠所需的食物 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天 他们在小戏里玩得不亦乐乎 唱着歌 拍打着水花 突然 旁边草丛晃动 毛克力吓得直接躲在棕熊身后 他以为老虎找过来了 没想到 来着正是黑豹 毛克力很高兴 立马冲过去抱住黑豹 跟他讲述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还将山洞里的劳动成果展示给他看 可黑豹看到这一切却大发雷霆 他认为人类这些小伎俩 不应该出现在森林中 所以他很生气 训斥一番后 放话明天一早必须离开森林 夜晚 毛克力听到一阵叫哗 跑出去一看 原来是一头小象掉进了深坑 他连忙跑回去拿工具 联合大象 没一会就将小象救了上来 远处的黑豹和棕熊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不得不承认 毛克力的办法确实有用 但因为老虎不择手段地追杀 他根本不能安全地生活在森林中 听到这里 棕熊也同意黑豹的想法 即使他们真的很喜欢毛克力 但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也必须将他送回人类世界 毛克力得知棕熊也来相劝 他很不情愿 赌气一人跑到树上 这时 出现一只猴子跟他搭话 可毛克力现在心里烦得不行 只见那只猴子使了个眼色 一只猴猴突然在身后出现 勾起毛克力的肩膀就跑 原来他们早就埋伏好了 无数只猴子在路上传递 发现情况的黑豹和棕熊紧随其后 他们在地上不断地追赶 始终慢一步 虽然黑豹的速度快 可也不及猴子领走 很快就被一条小溪挡住了去 小男孩被猴猴拐走 他被猴猴们扔着 强烈地势众赶下的他尖叫连练 黑豹和棕熊紧随其后 但还是追赶不及 很快 猴猴们背着小男孩爬上了一座山 可这个高度 黑豹和棕熊肯定是上不去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男孩被拐走 猴猴将他一把扔了上去 见他愣住 还在背后推了一把 小男孩叫毛克力 从小生活在狼群 因为遭到老虎的追杀 于是黑豹准备将他送回人类村子 没想到路上竟遇到了猴子绑架这事 黑豹和棕熊为了毛克力 拖着笨重的身体开始攀岩 棕熊看了看身后的悬崖 腿抖得不行 黑豹化身暖心小哥 不断鼓励着棕熊 苍天不复有心人 他们终于到达山顶 与此同时 毛克力进入一个宫殿 正当他环顾四周时 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巨手 抓了一把地上的水果就回归非岸 接着一只巨猿走出来 他向毛克力表明 自己是只想要人类的火焰 因为他认为 只要拥有火焰 就可以登上食物链的底端 可毛克力表示自己虽然是人类 但并不会生活 听到男孩拒绝他 巨猿十分激动 气氛也越发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 棕熊从门口走来 他给巨猿一顿夸 吸引他的注意 黑豹此时另一通道等着毛克力 他心领神会 正准备敲咪咪逃走 可还是被一只猴子发现 见计划失败 他们开始加快速度 猴子们都追了出去 巨猿从侧面追击 赶到男孩前 毛克力一脸不可置信 开始四处逃窜 没一会就跳出宫殿 巨猿庞大的身躯被建筑卡住 他伸手一够 宫殿纷纷倒塌 大家都被废墟挡住了出口 知道真相的毛克力 知道事情因自己而起 老虎不会善罢甘休 他决定找老虎决意死战 可自己没有工具力找 肯定不是老虎的对手 他想到他们都惧怕我 于是他跑到人类的村子 抓起一个火把就上山 可因为跑得太短 火苗不慎掉落 一路上都被点燃 森林的动物们看到火光纷纷逃窜 他们聚集到水池边 此时毛克力举着火把出现 还不停地大喊 毛骨缓缓走出 他说大家现在怕的不是我 毛克力回头一看 身后的森林已经燃起火光 身旁的动物们面露惊恐 纷纷后退 毛克力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他在老虎的威胁下扔掉了火把 这结果正合老虎的意 只见他歪嘴一笑 他缓缓走近 想就此了结男孩 身后的森熊第一个冲出来 和老虎一番厮杀后败下阵来 狼群健壮一起上 没想到老虎越战越远 一找一个 还震慑住了其他动物 见毛克力也想冲上去 黑豹立马制止 毛克力心领神会 转身向森林跑去 他看到一棵死树 瞬间想到计划 他将石头敲出利刃 割掉树上的藤蔓 可没想到老虎这么快就追上来 他只能小心地在树枝上逃窜 将藤蔓一头绑在树干上 一头绑在树枝上 这样就做成个简易的鞦韆 陷阱布置好了 剩下要做的就是引诱老虎 他不断往上爬 跑到一处树枝 老虎紧随气候 虽然发现身处火海 但也不愿就此放弃 老虎步步紧逼 老虎就此葬身火海 毛克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轻松逃脱 最后 毛克力找到大象 它们用长长的崖巴城勾去 让水流扑灭森林之火 森林和动物们就此得救 也回归了往日的和平安宁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毛克力用自己的智慧 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团结起来 而毛克力最终没有回归人类世界 在森林留了下来 动物们也相继接受了它 事实证明 人和动物们真心相待 是可以和平共处的